中文字幕 李宗盛 再次当选美国众议员议长 据美国CNN网站报道 当地时间三日 佩洛西以微弱优势胜出 再次当选美国众议员议长 在三日下午举行的选举中 佩洛西迎得了216票 超过了众议员小数党领袖海文 麦卡锡的209票 美梅清 这是现年80岁的佩洛西 第四次担任众议员议长 他有事过去25年里 第三为二 不到218票获胜的议长 二 报费车两年欠5.5万停车费 工作人员占车位就要收费 1月3日 陕西西安 若黄洞道路上一辆车 被贴了不少吹矫单 显示该车已欠费732笔 欠费金额达55,033元 车主称车已经报费 本打算当费贴卖一直没空 西安市机动车停放服务中心巡查人员表示 不管车是否报费 占了停车位就要正常收费 3. 深振大 男子将100万现金放路边 第二天才想起来 结果如何 来源 洋子晚报 山东青岛一男子 把一箱子现金 100万 放在路边 转头自己走了 一起来认识一下 这位土豪哥 2020年12月26日晚 贾先生到青岛西海岸新区 容创工馆住宿 直到第二天中午12点 他心里突然一惊 为了 行李箱被忘在停车场 里面装着100万元现金 贾先生警方失怒 赶紧向青岛海岸警察支队 凌三为派出所求助 民警有十分吃惊 如此巨额现金 竟然被粗心地遗忘在路边 民警通过查询附近监控 证实事情果然如贾先生所说 2020年12月26日晚9点15分 贾先生将车停下后 从后被箱里拿出行李箱 再收拾完后被箱后 自己一个人离开了 装满现金的行李箱 孤零零地待在路边 大约半个小时后 一名过路男子将行李箱检走 民警立即展开追查 通过监控发现 检商指的人进了落沙湾小区 12月28日上50点左右 民警终于找到检十人 贾先生的行李箱就放在阳台上 但由于箱子有文码锁 所以没有被打开 当贾先生赶到派出所 看到昏文不少的百万元现金 扼着民警的手连连道借 2.实时标题新闻榜 一句话董天下 1.31省区市新增确诊33例 含本土13例 2.专家解读多地汽车 令部件核酸阳性 3.爱意眼科 艾芬右眼 失明与手唇无干 4.石家庄 迅速进入战时状态 5.分庆公司谈买内衣 不合适认亲被她 6.河北新增4例本地 确诊病例 7.佩洛西再次当选 美国众议员议长 8.大耶斯 回应蔡康永道歉 9.男子醉酒碎街头 被冬姜或手脚难保 10.黑龙江新增1例 确诊病例详情公布 11.石元李美 已于去年龄症 12.教师最佳送学生 回家至已死一伤 13.成龙宣传电影 疑似腰伏伏 14.北京新增2例 本地确诊病例 15.司机禮让小男孩 反租树中止侮辱 16.报废车停路边 被吹矫5.5万停车废 17.沈阳一新增 确诊为出租车司机 18.老头带武士队 挨家挨户找商铺要前 19.胡人力黑灰雄 起提三年性 20.沈阳三地星为中 风险新 21.大年本轮疫情 出现超级传播现象 22.春节如何防范 疫情专家建议来了 23.证监会回应中国 三家运营商被集牌 24.哪些人不适合 接种新冠疫苗 25.河北营台发现核酸 检测阳性患者 26.韩国首次出现 全年人口负增长 27.黑红宝宝挑食 被躺低头不寄生 28.妈妈坑花秤棉花糖 洗干净再吃 29.大年女业主 老戚翻墙进小区者 30.13岁女孩 考第一被老师质疑后历忙 3.历史上的今天 1917年1月4日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先生 1月4日 蔡元培赴北京大学 正式就任校长一职 他提出了 兼容并包的饭学方针 他变为大学者 狼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 若 礼记 中容若万物兵育 而不伤害 道兵行 而不伤背 足以形容之 各各大学 哲学之为心论与为物论 文学 美术之理想 派与写实派 计学之干涉 论与放淫论 论理学之动机 论与公理论 宇宙论之 乐天观与厌世观 常范然并视于其中 此思想自由之通则 而大学之所以为大药 根据网罗众家的原则 蔡元培就职不到十天 就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新青年编辑部 约随之由上海迁至北京 蔡元培又聘李大昭 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胡诗为文科教授 兼文科研究所 哲学门主任 前元同为文科教授 兼国民门研究所教员 刘半龙 周作人为文科教授 鲁迅此时 仍在教育部任职 但和北大进步教授 保持着密切联系 这些人士都是新青年的主要编赠者 以他们为核心 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 同时 蔡元培还留聘 新聘了一批学术造艺深厚 而思想保守的教授 余姑洪明 刘思培 黄罕、吹蜥等 以他们为核心 形成了北大的保守派刑履 何道电视中国新闻 为李梭利一天热点新闻 新闻总编辑何道 播报完毕 谢谢收看